大家好,欢迎来到食欲小屋 今天我们来做柔软多层的手抓饼 500克面粉加入4克盐 混合一下,用300毫升50度到60度之间的热水和面 水一点点的加入,让每一处面粉都沾上热水 手抓饼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也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冻起来 等吃的时候馅烙就可以 面和成大面絮状,下手揉成松软的面团 和好的面要多揉一会儿,揉好揉透,揉至光滑细腻 揉好的面刷上油 盖上锅盖或者蒙上保鲜膜,饧面30分钟 饧好的面放在案板上,不需要多揉 直接整理成长条状 再一分为二切成两部分 然后每一部分再一分为二切成两部分 一点点的切下去 一共切成12个面剂子 也就是12张饼 找一个平底的容器 在底部刷上油 再取出每个面剂 整理成长条状 放进刷好油的容器里 再把整理好的长条面剂 刷上油 全部做好 刷好油 蒙上保鲜膜 再饧面一个小时左右 这里饧面的时间长 面延展性就会更好 利用饧面的时间 我们来做油酥 30克面粉 加入30克油 做成这样稀溜溜的油酥 晾凉备用 饧好的面剂非常的软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 拿出一个面剂 放在案板上 先用手掌 上下的给它按一按 再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薄片 再涂抹上一层薄薄的油酥 然后像视频里我这样 上面和下面 向中间折叠过来 再把折叠过来的两面 合在一起 大家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我的面 醒得很好 很软 折叠好再按一按 把里边的空气排出去 然后一边撑 一边摔打 如果面醒得很好 可以撑很长 然后从一面 卷起来 一边卷一边撑 这样饼的层次就会很分明 也会很薄 转到头以后 把剩余的部分 腌在饼的底部 这样一个饼坯就做好了 做好的饼坯 盖上保鲜膜 再松弃10分钟 我们再擀饼 松弛好的饼坯 用手掌压一压 从中心往外压 然后用擀面杖 从里往外擀 擀成大约 直接20厘米左右的饼坯 这时饼就非常的薄 擀好后 像我这样 把饼坯 卷在擀面杖上 平底锅里倒一点点油 摇匀 下入饼坯 一面大约煎至15秒 饼就熟透了 饼特别的薄 特别的软 放进锅里 整理的时间 饼基本上就熟了 煎至两面微微上色 饼熟透了 这样的饼 您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涂抹上辣酱 卷青菜和火腿肠吃 都特别的好吃 一次性多做一点 擀好后 用油纸分割开来 放进冰箱冷冻起来 想吃时几分钟 就能烙出好几块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看到 咖啥